大家好,非常感谢收看罗胜分析 今天我会录制一个MACD的视频 那这个是第一个视频 它是一个系列视频 后面也会录第二个第三个视频来解释 MACD这个指标 以及在MACD基础之上所成立的交易系统 为什么会做这个视频呢 因为最近有很多的群友聊到MACD的话题 被离归零轴等等很多有关MACD这个指标 所衍生的操盘方法 所以说呢我会录制一个视频来解答 解说我所理解的MACD MACD这个指标呢是我最常用的 我相信这也是大多数人最常用的指标 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指标 也是目前这么多的指标当中 使用人数使用次数最多的指标 所以说呢它是一个有价值的指标 那我会录制一个视频来解释 那你可以在如下的频道 如下的网站来关注到我们 也可以联系我们进入微信群 可以第一时间看到我们的资讯分析报告 以及多个平台公布的视盘 我的微信是79429043 好的我们先开始看MACD这个指标是干什么的 就是它这个指标本身是什么含义 对吧我们要先理解指标的算法 然后再去看这个指标如何去使用 很多人在使用MACD这个指标的时候呢 他都不知道这个指标是怎么算出来的 然后呢就说哎贝离干什么 然后归零轴干什么对吧 当然如果说你是一个职业操盘的人 你通过复盘 你自己总结出了规律 那也可以对吧 即使你不知道他是干嘛的 你能赚钱也可以 但如果说你自己并没有去总结和复盘 你是看网上别人说的 那我觉得就很不对了 那目前来讲呢 大多数人用MACD 就是看金叉死叉 归零轴和贝离 对吧这三个点 但是我觉得这三个实际应用的时候 很多人的理解是不对的 好我们先说MACD的指标 它是干嘛的 首先呢 它这个指标分成快线和慢线 这是俗称了 这是俗称 实际上的这个快线 又被称为MACD线 就是这个黑线 你这里看的话呢 就是运动比较快的这一根线 这根线呢 是MACD最核心的线 这根线是怎么构成的呢 这根线 就是黑色的这一根MACD快线 它是EMA12和R16的差值 就是这一根黑色的线 MACD线 是EMA12和R26的差值 当EMA12远离26的时候 这个线就会被向上远离零轴 拉得更远 这就是MACD线的意思 我们为了方便理解 我们在K线上找到这个EMA12和R26 找到两根EMA 然后呢 找到12 然后找到26 为了方便看呢 我们把EMA12 放在下面 OK 好 我们放大来看这两根均线 上方的均线呢 蓝色的是12 黄色的是26 好的 我们看啊 从这里呢 交叉了 就是EMA12和R26 是没有距离的 所以说呢 下方的MACD线 这个就在零轴的位置 当它远离零轴的时候 它是向上远离零轴 对吧 所以说呢 它就在向上远离 拉得越高代表离零轴 拉得越高代表 EMA12和R26 这两根线离得更远 这个是最高的位置 那也就是说 在这个位置上 这两根均线的距离 离得最远 向下呢 就是这两根均线的差值 收敛了 那这个位置呢 就是这两根均线 达到了更远的位置 对吧 这就是说 MACD线的价值 那这个慢线是啥意思呢 这个慢线 就是我的 K线上的 黄色的线 你这里可能是别的颜色 我这里是黄色 黄色的这个线呢 是这个MACD线的再次平均 是九根线的再次平均 也就是说 这个慢线是根据MACD线 再次运算得出的 我们看一下 把这个9改成 3 你发现这个慢线 无限接近于这个MACD线了 改成1 你发现这个慢线就等于MACD线了 改成15 你发现 它就更加的顿化了 对吧 它是根据快线再平均的 默认是9 我们在实际使用的时候 用默认的算法就可以了 因为大多数人在用 那它就是成立的 好的 那我们根据这个指标的原本的含义 我们就能知道 这个指标的设立的初衷 是给短线用的 因为EMA12和26是一个短线指标 当然你也可以进行修改 你可以把这个EMA12和26改成 30 50 80 160 都可以根据你个人的理解来去修改 但默认的就是比较好用的了 然后呢 你会发现 这个这里会有很多的绿色和红色的能量柱 这个能量柱呢 就是这两根 就是MACD的这两根线的差值 是MACD的这两根线的差值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它改成1 它没有差值 就没有柱子对吧 改成15 它的差值更大 那柱子就更高 那默认是9呢 柱子就会降低 它是这两根线的差值 OK 这就是MACD线的本身的含义 OK 那么我们看一下 MACD的指标本意 我们先看一下MACD这个字母 这几个英文的单词 Moving Average Convergence Divergence 就是移动平均线收敛发散 就是它指标本意是研究这两根均线的聚散关系 OK MACD本身是研究这两根均线的聚散关系 这是指标的本意 那也就是说 当MACD的MACD线 主意是MACD线 就是我这里的黑色这根 就是俗称的快线 当MACD线在零周上方时 EMA12在26的上方代表多头 在零周下方时 EMA12在26的下方代表空头 这个也很好理解 近期的平均值超过了长期的平均值 就是上涨嘛 比如说一个学生的近期平均成绩超过了长期以来的平均成绩 他就是进步了 对吧 这个学生进步了 反之就是退步 很简单的一个数学逻辑 对吧 在零周的时候呢 EMA12和26交叉 也就是说长期的筹码和短期的筹码在同一水平 那也就是意味着在这个位置多空会重新选择方向 也就是说呢 他归零周的时候 当MACD线归到零周的时候 可能会反弹 可能会向下穿零周 对吧 这是都有可能的 我们使用指标的时候 需要结合其他的数据和分析 请参考 不能单独看MACD一个指标就能下单 如果说你单独看MACD只能下单的话 你不要看K线了 你就看这两根均线 EMA12和这两个下单了 不要看K线 你到这就做多 你到这做空 对吧 实际上它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在实际使用的时候 需要结合其他的这个参数来看 指标来看 就是我的一个分析 OK 我们来看具体的情况 我们来看具体的情况 我们在日常使用MACD的时候呢 无非就是使用几个点 金叉 死叉 顶背离 底背离 归零轴 这是我们最常用的三个MACD的操作方法 我们先看金叉死叉 这个用的最多 MACD的金叉和死叉意味着是什么 我们刚才说这个快线是差值 慢线是再平均 那这两根线的金叉死叉 在实际操盘有多上 有多大的价值呢 其实我觉得你理解了之后 它的价值其实不大 它的价值其实不大 对吧 不能说没用 对吧 它是再平均值的一个金叉 又不是说快线和慢线的金叉 像我们使用的这个维加斯隧道 维加斯隧道里面所指引的方向呢 维加斯隧道所形成的金叉或者死叉 它是一个慢速均线和快速均线的一个交叉 当快速均线翻上的时候 代表多头市场 对吧 这是一个两根均线的交叉 而MACD的这个交叉呢 它是MACD线和它的再平均值进行交叉 所以说呢 从参数的本身来讲 它的价值不大 但是也不是说不能用 我们可以附加条件 附加什么条件呢 比如说 这是我个人总结的 我突然发现比较好用的一个 当然我自己不怎么用 因为它确实有滞后性 就是第一 先说金叉 K线刚刚经历了一轮暴跌 注意是一轮暴跌 那如果说它没有经历暴跌 我觉得它并不好用 然后呢 MACD线正在 处于零轴的位置 或者下方远离零轴的位置 我们刚刚学了参数的含义 当它处于零轴时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EMA12和26交叉的时候 对吧 或者是下方远离零轴的位置 就是说EMA12在下方远离EMA26 对吧 第三呢 MACD线快速的反弹 或者叫拉升吧 就是这根线快速的拉升 形成交叉 这样做的话呢 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依然会舍去前段利润 你如果说结合其他的分析来做的话 你去预测它是否会形成交叉 那也就是说呢 这个缠绕 纠缠不算 那纠缠是什么情况呢 纠缠是EMA12和26 还处于一个 就是没有要收敛的意思 没有要收敛的意思 对吧 它才会出现缠绕 你理解了本质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具体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啊 比如说我们找一个 比如在这个位置 K线刚刚经历轮暴跌 因为市场它总是有涨有跌的 就像说 这个它跌了18% 它跌了18% 反弹的89% 是很正常的一个比例 对吧 又不是说让你涨回原点 那当它形成金叉的时候 已经有一些涨幅了 但有些涨幅之后呢 它 还能涨一点 就是还能追后面一段 就如果说你是通过一个金叉 来判断的话呢 后面这一段 你可以通过其他的指标 来去做 那如果说单看金叉来做的话呢 你可以当它交叉的时候 你入场 入场大概止损 在前面这根引线下方 你只赢的话也抓大概这么多 然后整个的话呢 是暴跌的 暴跌这一段的一个黄金分割的比例 对吧 那这样的话呢 你的单子就成立了 就没问题 这是金叉的 更好的一个解释 很多人呢 会看灵州上方的这种金叉 怎么说呢 我不能说它没用啊 我不能说它没用 但是你通过这个指标去死做的话 一旦交叉你就买进 一旦死叉你就做空 你会长期以来 你是会失亏的 有的时候对 但大家都情况是错的 因为你违背了指标本身的含义 对吧 那第二呢 顶背离和底背离 首先你理解了 我刚才所说的这个线的意思 当它发生背离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 这个指标 它并没有更强的能量 就是它没有更远的远离 EMA12和26没有更好的远离 但是K线依然上涨 形成了一个动能不足 就好比说一个拳击手 两个拳击手在打架 一个原本是弱势的人 原本是弱势的人 他突然看似掌握了优势 对吧 看似一直在猛烈的出击 但实际上他是弱势 就背离了 跟实际情况不符合 那唯一的可能性是什么呢 可能性是更强的那个人 他在等着你没力气 然后一拳把你打掉 对吧 这是背离 当背离出现的时候 是否意味着会下跌呢 这个其实 我们要看情况 这背离这个指标本身的意思呢 我们来看啊 找一段很好的背离的案例 就是这一段的上涨 绝对是背离了 非常明显 不用说 对吧 他是背离了 我们看更大周期 他应该是一个比较大周期的背离 无论是看能量柱 还是看MACD线 都是形成了背离 OK 背离意味着什么呢 背离意味着当前的趋势 需要调整 当前上涨已经被远远的高估了 就是已经没有上涨的能量了 依然上涨 那么需要什么 需要调整 背离意味着需要调整 顶背离不意味着暴跌 底背离不意味着暴涨 背离意味着需要调整 那意味着说 背离之后会延续延有的方向 OK 那这个时候有朋友就会问了 那什么时候会用呢 其实还是我最开始说的 MACD只是一个指标 在实际使用中需要附加条件 OK 我在 2020年就是今年 2月15号的时候 我在群里面喊大家现货赶紧出逃 当时是10200美金左右 是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当时是12小时线形成背离 K线在涨 然后MACD是持平 是一个背离 那为什么我我觉得这个背离有效 之前那个背离是无效的 就是背离需要调整 需要看背离发生在的位置 如果背离发生在趋势中 那么它调整之后继续涨 那如果说它发生在一个非常关键的阻力位 那背离发生的时候就意味着暴跌 就是我们在使用背离时 背离需要加上关键价位一起使用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比如说在历史级别的关键阻力 发生了顶背离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做空 可以没问题 如果说是在下方的历史级的支撑 发生了底背离 能不能做多也没问题 当然小周期也有用 在小周期的环境下 比如说一小时线半小时线 它在当前的震荡相体 或者当前的携购形态内 处于关键位置 发生了底背离 可不可以做多 可以 就是背离加关键位置一起可以做 没关系 如果不是关键位置 背离仅仅意味着调整 调整可能是横盘 它不一定会有涨和跌 它只是横盘调整 对吧 第三是归零轴 归零轴也是常用的 就是 也不能说大多数吧 就是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归零轴 自上而下 归零轴会出反弹 自下而上 归零轴会出下跌 对吧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归零轴意味着 EMA12和EMA26 交叉了 对吧 刚才说过 那么趋势是不会轻易反转的 归零轴意味着当前调整周期结束 调整周期结束以后会延续运用方向 对吧 上涨的运用方向呢 就继续上涨 下跌的运用方向呢 就继续下跌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对吧 那归零轴意味着什么呢 在原意上 在原本的意思上 归零轴意味着EMA12和26交叉 但是它对我们操盘是没有帮助的 我们通过大多数情况的总结 我们会发现 当这个MACD归零轴的时候 K线很多时候会在EMA60或者MA60的时候 当然这种情况呢 也被称为完美归零轴 添加一个EMA和MA都看60 这个EMA和MA都对 也不能说谁好谁不好 OK 我们来看啊 来找到一些比较完美的归零轴 这儿有一个8小时级别的完美归零轴 就是K线在EMA60和MA60的附近 然后MACD线在零轴附近 是附近就可以 不一定说它刚好在零轴的位置 然后呢 这儿也是一个 这根线呢 是EMA60 这个是6小时级别的 和8小时级别的EMA60 对吧 它是一个完美归零轴 这是我们通过海量的复盘去总结的 但有的时候呢 它也是EMA30对吧 有的时候呢 它也是EMA50 就是我们通过一些总结来发现的 就是MACD的本意 它并没有提提这个EMA60这根线 那在趋势中 在趋势中 它回归零轴 距上涨是没问题的 那也就是说 归零轴需要看它发生的位置 需要结合所在趋势和所在位置 来去判断它归零轴到底有没有用 那如果是上涨趋势中的归零轴 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去做多是没问题的 在下跌趋势中呢 它归零轴我们去做空也是没问题的 但是注意是上涨和下跌趋势 像目前的比特币它是震荡趋势 对吧震荡趋势 如果说你在小周期归零轴上去做操作 我觉得它没有价值 它确实没有价值 这是为什么我最近的盘面 没有去讲解MACD 因为最近没有出趋势 所以说我不讲对吧 这是我对MACD的讲解 这是三个长远误区 实际上呢 如果说你是一个理科逻辑比较强的人 大多数的指标 你理解了其中的本意 就知道大概的 就理解了其中的算法 就知道大概的用途 其实操盘更多的还是心态 仓位风控的历练 除了技术以外 就是除了你的操盘能力以外 我觉得你的这个风控能力 风险承受能力 心态 资金管理能力 这些我觉得占到了80% 你的技术分析只占20% 像我现在已经坚持了三个月的时间 我的仓位是恒定的 就是我无论怎么盈利 我都不会去修改我的仓位 都是基本恒定的 当然我这个仓位恒定 不是说保证金恒定 而是说每一笔单子的止损恒定 就基本上都是这样 好的 那这个是我们的第一期的MACD的分析 我后续会讲解更多的 有关MACD的用法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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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